锁定台是五件新闻 本届世俗赛在阿拉伯半岛的卡达举行 世界各地有不少球迷专程飞到卡达 要帮自己的国家队加油 也感受一下阿拉伯文化 在卡达有一户人家 家里就位在举办世俗赛的体育馆旁 有一些球迷以为这里是观看球赛的地方 结果人越聚越多 主人家也相当的大方 不但开放球迷到家里看球赛转播 还提供点心饮料招待 让球迷觉得好卧行 阿根廷球迷们齐聚一堂 为国家队加油打气 室内不但有大荧幕观看比赛 桌上还摆了甜点跟坚果等食物 卡达美食让人赞不绝口 好客的屋主让球迷既开心又感动 原来这户位在哈里发国际体育场旁的人家 被球迷误以为是体育场的一部分 就进入住家里 这个被阿拉伯人称为马吉利斯的场地看球 马吉利斯是让人坐下来谈天说地 吃吃喝喝 类似客厅的地方 屋主相当大方 欢迎各国球迷到家里坐坐聊聊 送上茶和咖啡 每时摆满长桌任君享用 屋主还点了城乡 让大家体验一下 借着氏族让不同文化彼此交流 好客的卡达屋主 做了相当成功的国民外交 刘勇伟编译 意大利点亮全球最大的耶弹数 长达750公斤